五块是这么大 还这么小鲍鱼 昨天伯父去河里面网鱼 看 捕捉了这么大的一条大鲤鱼 还有很多的小鲍鱼 刚好昨天的时三妹打电话说 今天要来我们家玩 今天中午就用这个鱼来招待他们了 我们这些鱼用来做两道菜吧 这个鲤鱼就用来做酸菜鱼 小河鱼就等下直接油炸 酥脆的 先用盐把它腌制起来 他们到马路边了 我们现在去接他们 他们没有来过我们家 不知道怎么进来 我看到 哈哈哈哈 上次不是说了吗 哈哈 没有 你先让我笑一下 你先让我笑一下 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这个鸭子的来历吗 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直播连麦的时候 然后那个抽到书给我了 他说要给我送个鸡鸭子 哈哈哈哈 终于实现了 终于能吃鸭子 你太客气了 很帅吧 这个是水果 到家了就是鸭子 哈哈哈 他们两个害羞 哈哈哈 鸭子 哈哈哈 哇 包装这么好 单独包装 新鲜的 哈哈哈 这个是脆桃 哇这个 嗯 嗯 嗯 有一点小时候的感觉 嗯 小时候的味道 嗯 嗯 这真的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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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放两三天回肠了 味道更好 嗯 嗯 我不敢吃 那个水煎桃 好多朋友买回去 都说好钱啊 我又再下一单 哈哈 我们现在很多回购的 这个 我们做两个鱼的给你们吃 因为最近不是那个肥豆豬瘟吗 都没有卖鱼肉的 炸鱼 给你学一下厨艺 给你学一下厨艺 哈哈 给你学一下厨艺 今天中午主要吃 是合鱼为主 做一个酸肠鱼 用的酸汤鱼可以炸锅了 哇 吃起来应该蛮爽的 洗手了吗 都洗了 牛蛋尝一下这个鱼 我看到所有的菜我都想尝 一样一样的来 可以 我来啊 你这个鱼好吃 和鱼 好吃 你帮我来点 嗯 你帮我来点 帮我来 帮我来 我觉得你要留我 我可以住几天 多住几天啊